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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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县长 大家都密切的注意这个事情了 然后一波一波从吴敦义讲话 然后被露出来丢给媒体 然后开始发酵 然后韩国瑜立刻处置 然后再来吴敦义第二天早上道歉 然后余波荡漾 当然绿营要继续操作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 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现在要讲现在台湾的选举的气氛 现在选举的气氛 大家都不喜欢攻击骂人 大家选举的气氛 更不会去讲到性别上的一些 一些侮辱的话 审计上的话也少讲 在这次的选举你可以看到 这些过去用的招式都没有效了 甚至民进党 我在看他在整个选举里面 甚至打悲情 以及他们通通穿一样的制服 站在台上 这种选举我认为已经落伍了 对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韩国瑜他不是 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候选人 其实我觉得他像是台湾 现在潮流的一个候选人 他独领风骚 他甚至赢过了科皮 那在这个阶段里面 国民党所有的人 从上到下 能够帮助他做的一件事 就是讲好话就好 讲好话 然后大家团结在一起 然后好好打一场干净的选战就好 那吴主席讲的这个话 由他自己出面出来 鞠躬道歉 你就知道他讲错的这些话 对整个的选举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影响是非常的深远 非常的大 但是我认为这个选举 这样道完歉之后 韩国瑜这样讲完之后 我认为对他的影响力不大 我认为不大 那因为现在真的是支持的人就是支持 不支持的人就是不支持 中间选民非常少在高雄 那我最近到南部去高雄台南 屏东这些地方去跑 其实在地方上的人 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 我对你国民党不喜欢讨厌 甚至仇恨已经没有了 现在大家在谈的就是说 这个人来做外企定有好吗 有得好吗 那大家其实都会去讨论 已经不会有那么强的政党的色彩 所以我觉得吴主席到完歉之后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 会对他的将来有影响 也就是选完之后 他的党主席跟国民党所有的作风 所有的这些制度都会受到挑战 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发展 那至于说韩国瑜 我觉得他这场选战打的是可圈可点 尤其我看到他的讲话里面 我也有一个地方我觉得 最能够感动人的 就是我死了我也埋在台湾 我是台湾人 那另外一点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 我宁可打一讲干干净净的选战 跟他过去在上这个节目的时候他讲过 其实人生很短 我们都会死 但我在死以前 我能不能帮大家做一点事情 我不要名我也不要利 我听过他这段话讲话 结合他在这一次造势里面所讲的话 可以让高雄人感觉到 韩国瑜他是一个真正的汉子 而且他是个人 有他个人的理念才出来参选 陈菊 不管他前半生做了什么事情 2006年 选举2006年 走路公 黄俊英走路公 抓到了 匯选抓到了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陈菊的阵营 是用牺牲台湾民主的方式 换取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陈其迈难道没有对不起高雄吗 我有底细这样讲 为什么 就是一样 刚刚跟律师借来这个二审 最后定验的判决 民事诉讼 如果这个民事诉讼 如果你们赢了 因为一审你们是赢的 如果你们二审赢了 高雄市长就直接由黄俊英递补了 不用再选 但是法官判你们输了 所以那个陈其迈 恰恰恰 法院都已经有判决了 他讲的是刑事 也是民事 然后呢 但是请看这个判决文 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 刚刚律师讲了 你用这种标语这种记者会 是有损黄俊英的名誉 你用损害他的名誉 以求胜选之嫌 就是说我用抹黑你的方式 来求取胜选 后面的文字没有标出来 可是更有趣 后面怎么讲呢 法官说固有可疑 固然是有争议的啦 但这种行为 如果你们社会大众 你们如果舆论认为 应刚列为当选无效的事由 以端正选风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陈其漫这种行为 这些奥波啊 法院认证啊 因为他只是写的比较文言 我翻译的时候就说 你们社会 你们这些媒体啊 你们社会大众民众 如果认为他这种行为 是不应该的 你们想要端正选风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选风是不端正的 如果你们要端正选风 应该由立法程序明文规范 就是你应该立一条法 说你不可以去造谣抹黑来当选 那意思就是说 他们这种行为就是造谣抹黑啊 我再念一遍 唯此种行为 若社会于情认为应列为 当选无效之事由 以端正选风 自应由立法程序以明文规范 方足为裁判上之依据 好 这样子 这样已经很好笑了 再来下面更好笑 在立法者没有把抹黑 诽谤之行为 明文列为当选无效之事由前 抹黑狼子直接出来了 来再一次 在立法者未将抹黑 诽谤之行为 列为 明文列为当选无效之事由 之前 法院上南拒任此等行为 细得提起当选无效之事由 而为裁判 完全不对 第一个你先记得 差距选票多少 一千多票 人家我先澄清 他不是说我不对 他说法官不对 法官不对 法官完全不对 而且选拔法里面很清楚的 意图只能不当当选 你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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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说他这个判决是 违法裁判之事 他本来就是违法裁判之事 那我是觉得民进党在这时候 其实不要再讲了 我要坦白讲 这个吴主席虽然话讲的不对 这种讲的方式太重 讲的方式也有伤人 但是吴敦英为什么会气 就是因为民进党在选举里面 这些奥博嘛 搞到了最后 你看两次的差距都很小的 匪文录音带是不是一样 四千多票 四千多票 他这个更可怕 是一千多票嘛 一千一百一十四票 对 如果这样下来 是多少年你知道吗 四任 十六年了 就民进党就是可以用这样 选票去骗完了 骗完了之后 总统选举高雄也稳下来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陈菊 难道高雄所有的人 都这么样子尊敬他吗 我碰到高雄的人 高雄也就问啊 那开价开 你还要多 开花那么多的钱 会负债到三千亿 高雄我要再讲 如果民进党真的做得这么好 陈希麦不用担心了 所有人都不用担心了 你不要在高雄 你再去造什么 WeCare的造势了 WeCare的造势 是当天才举行的吗 前两天才举办的吗 很久以前就计划好的嘛 对不对 我要讲的是什么 你民进党如果真的觉得说 韩国瑜是讲大话 韩国瑜讲的是不对的话 你不必这么紧张 因为高雄的人民没有这么笨嘛 所有的人民是很聪明的嘛 他为什么会支持韩国瑜 为什么变成外移到全台湾 就是因为你民进党执政的问题嘛 所以我在这边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法律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法官 以后这个法律会变成一个案例 我希望我们的律师 好好再去努力 把这个案例拿出来 来做一个重新的讨论 重新的检讨 另外一个我要再讲的就是说 国民党也不要高兴太早 民进党也不要高兴太早 这次的选举是由高雄市民 来选他们自己的市长